台糖花莲糖厂2000多公顷的平地造林陆续到齐了 而其中位在凤林镇、林田以及中兴浦造林地 因为在2000年,比利斯台风造成万里席溃堤 地表土层全被冲刷已尽 也使得造林林乡不佳 在戒期之际,台糖逐一砍除 并由台糖配合政府能源政策设置光电要活化皇帝 台糖花莲糖厂结合领馆处 20多年前将大农大富将近1250多公顷的甘蔗田 全面种树造林 如今森林树海雄伟壮观 然而造林借其是否也将成为台糖 推动光电的目标地方高度关切 这个一定要先声明一下 台糖在花莲地区的造林土地大概2100公项 原则上在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公园 它的面积是1250公顷 到目前为止 包括区处,包括我们的公司 包括农委会林务局 我们原则上还是会维持它的面积去做运作 让游客有一个比较舒服,比较赏心的地方去做休闲活动 处长杨长生重申强调 光复乡大农大富1250公顷的平地造林地 与林务局、农委会等单位皆达成维持圆壮的共识 而至于凤林镇万里溪两侧将近900公顷的造林地 当地也出现可能全面重电的舆论 处长杨长生也澄清说明表示 仅限于林祥福家土壤平级的造林地 目前台糖公司有提送出来 已经花包完成的 第一个是凤林的部分是在 最主要是在万里溪的两侧 两个案子加起来大概在300公顷左右 后面剩下大概还有600公顷的土地 它的数目长的状况都很好 没有受到破体的影响 所以我们大概会跟农政单位去援拟说 是不是慢慢的让它有机会恢复农作生产的方式 2000年,比利斯台风来袭造成万里溪暴涨 将两侧约300多公顷的平地造林地表图重刷殆尽 因此拿来配合推动光电使用 而在花林县平地造林地面积达2500多公顷的台糖滑渡区处 造林皆已到齐 除了大农大富平生之外 由原本就为农地 因此台糖也计划推动造林地恢复农地农用 在顾及生态环保的同时 也让递进其力、土地、永续经营生产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吉祥 录像